ire 3 課稟 好 現在開始我們第一項活動 由聯 Trainer 市長 介紹 外函功! 先天氣增長與方法論 請我們的示範團隊上臺 示範團隊有總幹事 簡宗振師兄 副總幹事 許永 battling 賴樹霞 李明秋師姊 今天我们推荐的第一场内容是方法录 各位外国有工法有公理有验证 所以我们现在的科学来讲 它一定有一个系统化 所以我们有一个方法录 就是把大师教工二十多年 对外工的整个演练的过程 推荐的过程 你出一套 就简单又方便练的工法 叫做工法录 总共有五个要法 五个手法 五个概念 三个五在排列组合上面 就是可以成为好几百种的交叉 你可以千变万化 这是练工的基本的东西 五基隆市提建出来 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在场 我们五基隆市 就从我们的总盾市 副总盾市 作为将来的这个方面推展的主力 我们会把它们落实到 各个场地去带动 先由我们谢小姐做一个倒底 把内容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一 如何倍增先天气的火候 外单工主练先天气 外单工新船先天气 预备是 预备是 启动后天内吸气 俗称先天气 预备是 日月提升 炼化后天气为先天气 过程 体能 熱能 念能 磁场 十二工架的工法 及工架 在练工过程 符合阴阳平行对应 一 性命双修 性者 要平和喜乐 命者 要日日外单工 日日先 二 单工专享 方法若古得要法 一 首四端 三 手掌加脚掌 唯先天气的烈工 重点部位 膨胀经脉 与血气循环 五脏六腑 自然舒泰 二 冠四大 小手臂加小腿 站全身二分之一毛俏 神经磨伤最密部位 是电话先天气的部位 三 手脚来回 先天气的虚静火候 是静元通之境 四 尾鱼中正 头顶天为阳 脚踏地为阴 上下延伸 是天地阴阳 硬核的大法 五 先天气直阳 是先天气的天地硬核 倍数增长 三 单空分享 方法乐的五个概念 一 脚尖脚跟来回 转化脚部后天气的肿胀 能耐 更是逐三阳 转逐三阴的法 也是与地灵磨合的法 二 脚踏双十 脚尖脚跟来回 延长地板的范围 三 脚踏双圆 地转单元 全身气场与代脉相合于地板的远转 基距地气为先天气 神气合一对应地板单位的五十二倍 四 骨子平身到达地中 将全身的先天气配合尾于中正 先天气直养的宝 顺势或散于广大的地板 是火无拍转催地宫 及绝井九热气质权的宫境景象 五 阴阳甘河 地灵转化为先天气场 分为天地同转的气场 再相合于地板 如此裂聚硬核 是为吞天吸地通心宫的景象 更是圆通知境 如此 以无数倍的气场 进行二的N四方效应 快速大幅增长先天气的火猴 才能奠定气场禅修的火猴基础 四 方法论的重点 一 身体手脚四肢 加上脊柱为五条线的平行对应 二 手掌与脚掌的四端 将上尾鱼为五条线的底部 构成五个部位供应的两间共振 三 九大关节 管 轴 肩 踝 膝 一 跨 大椎 甲脊 尾鱼 共九大关节的松斗 四 五条线 五个部位 九大关节 为全民体育保健的主要练功重点 通畅十二经脉 其经方脉 是具备进修功法的基础条件 五 方法论的重要性 一 五个要法 是大师传功最重要的练功步骤 二 五个概念 是练化先天气场的最有效的方法 是融合大师口传新兽密法的公开化 三 五条线 五个部位 与九大关节 是阴阳平行对应的目极硬核的部位 及工法的应用 快速补起文练的过程 五 如上 外单中的每日工程 层次分明 才能有效率的发挥练功的综效 六 方法论的效益 一 练功依五个手法 专制勤修 一 五指平身 二 五指相合 三 五指齐章 四 五指合手心 五 五指延伸 可练出外单工的特殊工进 二 五个要法 一气合成 快速转进 是五指文练的工程硬化 日积月累至保单 三 五个概念 是练功的自我突破界限 从体内的心器合一到体内外的神器合一 是练心练神的工程 四 五个要法及五个概念 把外单工带进气场禅修的境界 与佛道禅修相合 并自我的大幅超越 五 五个要法 五个概念 加上五个手法 一把 贯穿外单工 十二工架整理练 三个五的排列组合 工进变化万千 七 练功效益的选择 五个要法 首四钻 万四大 首脚来回 尾鱼中正 先天气指氧 加阴阳平行对应 等于二的N次方 五个概念 脚尖脚跟 脚踏双十 地气双圆到单圆 打地装 阴阳分合 等于五十二A的N次方 前者如同先天的老鹰 翱翔先起 后者如同后天的飞机 红尘万里 您的理智判断何者为宜 或两者配合 如气垫共生的新汽车 八 外端弓的首则 一 体内外的先天气比例 四肢体表与胸部内脏腹 二 初学 六比四 中级 七比三 进修 八比二 高阶 九比一 三 先天气的火候 五 后天气加先天气 等于内息气 四 先天气初级 一到三成 中级四到六成 进修七到九成 五 主练 五线 五部位 九大关节 要阴阳平行对异 六 主修 心气合一 神气合一 心力微微 手中庸 要平和喜乐 五次 三 五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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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师御师姐 我会透过万公的一招三逝 最简单的一看又会 我们万公 讲了很多的新法 包括眼睛平视 瘦下巴 持育病提 上手枪 两手垂肩 五指平身 五口开 十指微翘 这些法 讲起来大家都可以倒背如流 但是你教一个出击班的人 他刚刚来电工 他没有先进 我们这边讲的是基本的 一辈是一个法 是在修炼以后 他们的融合 他们的了解 他们的应用 他们的认识 他的功效 跟他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下巴一收 我们呼吸就自然延长 平时五脏就安舒 心筋就平静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呼吸 刚才十分贴上火腔 这个呼吸又到小腹 洗洗到小腹到海底 如果练到先进气的时候呢 这个一吸气 一吸到小腹 一吐气到足心 慢慢练到一吸到足心 一吐呢 一吐气 散开来 四肢 头顶 脚顶 所以变成每一种硬核啊 核影 全是那种核影 如外呼吸 配合先进气呢 整个工具 会一直在提升变化之中 所以变化工的工程里头呢 它没有固定的 都在变化 在进展 但是最重要 大家眼睛停湿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眼睛张开 不要垂臉 一定是不要垂臉 除了你已经练到温吼的时候 才可以垂臉 练五吼的时候 眼睛一定要张开来 让先进气呢 不达到身体的皮肤毛翘出来 外 圣 内 螺耳 所以各位在练工具 要注意这个基本原则 你眼睛一闭呢 先进气都往内跑 冲 冲几五脏六吼呢 对于身体不是好处 身体五脏六吼 是要纹练 跟各位 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 我们现在卫人工在表演的时候 好像很多都是弄到外面的动工 动工就是 他只练到身体 他不用手脚 他用小腹 身体起来以后在身体里面 用导影 导影法在练 那卫人工在练工不是 我们是站着一边是 叫做立场 我们用手去练 你是与万能的手 你的脚配全身的气场 跟气慢 跟身体状态 所以我们先进气呢 在灌四大的时候 在手臂皮膚毛翘 所以你在把身体灌到外面来 灌到四肢来 所以他有身体的五条线 五个部位 手掌调掌 为理五个部位 经过这样可以 如果你能够把他身体的五条线 四肢加基柱练好 上到下 从头顶到地 到脚 偏到地 先进气的五个要爬 手势端 官司大 手脚来回 为理中正 先进气质牙 五个要爬都偏到 这就是一个工程 一个一步一步来 从手掌开始 到手头 到肩膀 大师曾经讲过 手掌练三年 手手练三年 肩膀练三年 总共九年毕业 结果九年 手里前身 五上六五 前身内外 都可以练得到 这是外用风的工程 请我们那个 刚刚来到的 这师兄师姐 进场 安静的进场 自己站好 那外用风呢 这一点 方法论为什么那么重要 为什么要 自己把它推上 我是不是把外用风 方法论放到了 研修中心 研修教学里头的 中级班 跟进修班 排列进去 我利用一个月的时间 一去赫尘 把它写成到 中级班 中阶 跟进阶 里头的预备数 总共七 十五堂课 七十五节 的内容 三万次 把这个方法论 全部论述完毕 在研修教学里面 研修中心 有人说 研修教学 电脑教学 这个是死的 只固定一个 你把五个要法 五个概念 五个 所法 多学会 千篇万化 然后 不需要增加的代理 你叫自主练功 你才能够自我 每天在超越自己 那种感觉 是一种成就感的一种 所以 我们应该在教工的过程中不介绍 等一下我们 花园县 新竹县 这个是已经到了 我们要全领到极了 刚才讲到哪里啊 想到了 研修中心的重要性 所以 我们是把一部 外公的方法论 弄到演技教学中心 分享全世界 不只台湾 有练过没练过 人只要从外公研修 外内担生研修中心 电脑里面 因为从初期到中期到进修 进修 总共差不多是三年多的时间 他就毕业了 我们要培养外公的天才 他能够看得懂文字 文字的智慧 他能够了解 文字的智慧 外公将来人才 一定要文字 剖落 文字智慧 他要看得懂 才能够对世界传良 所以我们 用电脑 我自己的心理 就把它放到电脑里面 去找到世界的人才 这是我的信念 我一直花了很长时间 在这个电脑上面下船 我们要用电脑去推广 然后电脑去汇服 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才练幻工 然后练好了以后 你会有发生工 做一个最顶端的开放 就是气场残修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 也通过各个场合的路营 风道研修中心里面的 下室特质 都是参考资料 让那些来学的人 能够参考到 官工现有的现貌 以及我们讲课的所有的内容 我们基隆寺 在今年年初 开始有资深教练 我们丹工分享 希望各性事业能够比照办理 因为这些老师 教育师给对外公 都有很深二三十年的经验 他们的心得 讲出来 不拘行事的讲出来 我们给他分享 让大家同道 能够得到一个分享 因为我们是外公研修学会 我们现在开始走真正的研究 分享 所以我们基隆寺代表做这件工作 我们已经把这些资料分享的 拨在电脑上面 广泛的分散是去给大家分享 你们有空可以到我们的FB来 看得到 帮我们研修中心来 你找到外公研修中心 就找到我们的 典型教学的网站 我们的内容就非常丰富 初级班 上中下山景 就把全民体育全部讲完了 然后中间就把全民体育炼方法讲完了 然后进阶就把全民体育炒功讲完了 这样的一个全民体育炒功 这样的一个全民体育炒功 到气育炒功才能修 外公的终究将建 外公你现在这边的大概就是 抖动肌肉 这个是后天气跟内吸气而已 到先天气的时候呢 他是穿越了 他没有阻碍了 所以他呢 我们词长在讲说 头顶百位 念工念到最后 头顶开了一个洞洞 可以进出 那是后天气的讲法 先天气的讲法是 带钢盔照炼钩 不需要把钢盔挖一个洞 不需要 因为先天气呢 穿越金木水火土五行变化 包括这个屋顶都给穿上去 包括地板都给穿下去 叫吞天西地通心宫 关公有三个奇事 吐虎派炒这一地宫 就是五指平生去练 五指平生 手掌对地 不是指钻对地 你一辈子指钻对地 吐虎派炒这一地宫 认不到 感受不到 但是你五指平生 手掌对地 有一个阳角 中指领证的时候 中指领证的时候 有一个阳角 刚好手掌只对着地 他从十度 角度到三十度之间 有一个阳证 五指指钻 五指指钻 打开 手掌打开 展开 大师对于这个手掌的讲法 形容得很好 他说 像铁扇公主 八交上一打到十五分空 齐铁扇一闪 闪到二十公里 这就是手掌要大 脚掌也要大 脚掌也要大 脚掌通身这样的天神 巨人的脚也要那么大 所以脚为什么要大 地气 你的对应地气 刚才我们讲过 传统练功法 大师说我们练功 对应 合应一次就是二二二二二四方 你在一分钟之内 你能够合应多少次 如果你每一秒钟一次 那六一分钟六十 那就六十次了 一个小时就 三千六百次了 你三千六百个 二个三千六百个次方 那吓死了 那先进很强 知道吗 但是你的心不能乱 你心没有所事端的话呢 就什么 气不会寄留起来 你所事端 官司大先进就寄留在你身体 你练出来的先进都没有跑掉 这就是说 我们外人公主常讲说什么 要无心 无心就是善气 有心就俱气 就这么样子 我告诉各位 这是概念 我们练了又三十年 我会非常清楚 大师私底下 很有传光的部分 密传的部分 就是先进气场 气场各种形态 我都接触过 所以我对这方面研究 对于先进气 具善具合啊 这方面我体会很深 所以我这样很武断的告诉各位 没有心力 没有喊所先元气 你的气就是散人 我们在网路上 人家攻击外人公 叫做散功 他会一抖把元气都散掉 他说什么啊 什么功跟外人公是一样 都是在动 他说要劲 要哑 我们外人公只要什么 手数跟灌四大 就是寒手皮肤毛翘 寒手全身皮肤毛翘 在大师指导人训练分十九级 他讲得很清楚 那个录音带 录音 在南部的训练中心的话 大师都有讲过 因为堂克有一个录音 把他拿出来 灌全身八万四千毛翘 完全完全要用心力去灌 所以外人公要不要心力 我们不要随便拿到一个盗血的东西 拿到一个盗家的东西 一个建产的东西 拿来套来的东西 拿来的东西 拿来的东西 中毒 把脑袭中毒了 关键错误了 我们要有心力 为什么要无奇 无奇没有心力 无奇不起不起来 无奇不起来 你先进去没有办法冒顺 没有办法冒顺的时候 你只能让火候提升出来 所以外人公要有心 好好练功 最后一句话说 心力要微微就对了 有心力 但是心力微微是什么 相对的概率 这个物理学有绝对论 也有相对论 什么相对论 你讲的话对 我讲的话也不太很不对 对不对 也就是有一点对 也是对嘛 是相对的对嘛 不然我们法院问什么 一告的话都告了好几年 就是相对的 你理由理由 盖有理由嘛 打成的有理由 被打的没有理由嘛 但是谁的理由比较正确 问题在这个地方 心力微微就是用相对心的概念 你说我没有用力用心 但是我的心很小很小 我把心放在天空的皮屋毛下 一万个八万四千毛下 那心力很大嘛 那么多八万四千 你用的心力太大了 你只要一万十个毛下就好了 你灌一个子端就好了 对不对 不对 他八万四千毛下用的心力 搞不好比你用一个子端还要小 但是相对是概念 因为练弯空的火候动静 到均衡状态的时候 心力用最小 在这个程度上的心力用最小 那你再提到一个动静的时候 这个时候心力又慢慢的降下来 心力慢慢降下来 因为你可以用很小很小的心力 能够掌控你全身的东西 全身的这个部位 所以 弯空概念非常重要 就是相对性的概念 这个跟资料上有没有谁 因为大师 我们太多的概念在里面 或是水口 今天各位来就可以听得到 这些资料上看不到的 大师就说 口传心瘦 我们就口传分享 大家来分享 所以我的资料 虽然是在方马路 电脑上面都有 我们还有资料分享 我准备开四堂课 四堂课 第一堂 在下午拜六 就是第二堂课 我们明年还在讲堂课 大师把方马路 才能够讲出差不多 融会冠空的位置 所以观众是一本很深入的功夫啊 所以不是随便可以很简单的讲完 简单的概念 是让我们自己能够很单纯的 好好的练 一步一步的来练 一步一步把它练好 把基础打好 讲到所事官谁不会 用所长在练谁不会 大师说练三年 我当初我很不服气 这个东西要三年 太浪费时间了吧 生命宝贵 这里就花三年 到所卓冠师大 所卓来回 又要三年 到所卓来回 又要三年 要九年 我们现在一起指导联系 都是三个月三个月为一起 可见是大家的一个不开会 三个月 那我们今天呢 介绍卫生通法论呢 冠终到卓来公益招生事 卓来公益招生事 就是我们在推诊 出去班的时候 用卓来公益招生事 结果很容易 他们现在练的就是 第一次震头 一倍四就是震头 一倍四可以冠终通法论 所以这一震头里面的 还有一倍四的全部 看你们自己公正的变化 这没有 每个人都不一样 把他停下来 你们转过来 向后走 来了 我们现在是内肩宽 一倍四内肩宽 我们现在蹲伸坐下来 然后围理中正蹲下来 然后再开一步 向左开一步 外肩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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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真真甩手百兽工的工价 那我们 你身体前肩 我们怎么 很容易做事情 很容易腰症被动 对不对 没有听过来那肩宽 他说腰症被动 怎样 你两手 身体呢 腰症二十五度的时候呢 手扎的 往后 高油油 两手 五指 瓶身 粘开 不过该食指为翘 这就是你们啦 但是处理班他不用了 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感觉 细腻的感觉没有 所以他说两手呢 轻轻的抖 这一抖呢 十下 五秒钟 腰症被动马上 不会痛 然后再站起来一边 站起来一边 再打 气都穿下去了 穿到 从肩膀到围体 到跨股到脚趾头 再下去了 他顺着就下去了 然后你再伏身 四十五度 肩跨的一抖 他怎样 又什么 又顺畅 气面肩跨都活开了 那你再往下九十度 就是传统最早的 另外一步是九十度 这时候肩跨跟足心 就合起来了 这个后头呢 把身体的膀胱筋 从肩膀练到 脚趾头 脚趾头 都通畅 我们为什么练功的时候 脚会跳起来 因为你的脚部 没有练好 手势端没有练好 脚部没有练好 脚的部位练 通畅的时候呢 他是不会跳起来 气会顺畅 好停 不要太长 三十秒就过了 好 然后蹲伸坐回来 坐在正前方 坐着 坐下来一点 两手往前伸 五指要平伸 五指平伸往前抖 中指领阵往前抖 往前抖 这五指指头一打开的时候呢 三牙手三牙这边到脸部到头部 所以这个是嘛 脸部 脸部的这个皮肤啊 会紧啊 皮肤会不用去拉臂啊 我们现在流行脸龙拉皮 万一弄的拉皮 就是这个 五指平伸前抖 它就是什么 拉皮就搭 不会坐纹 而且肌肉里面的肌肉会弹性 跟小孩子一样 柔柔的 有弹性 好 再来呢 你现在把它弄在你的手腕关节里头 往前抖 这一抖啊 全身的关节都松开了 就把你胯 膝盖 小懷骨就松开了 然后呢 你把你的膝盖呢 打开你对脚掌 内胯松开 这个内胯松开就是这边 人的生命力 人的生命力是什么 传宗接代的生命力 男女都一样 这个手腕只要一打的话 然后内胯一松开 就整个都通畅 我们的竹山音就通畅 音敲脉音轮就通畅 我们的肝鼻肾 这个脏腑 就怎样 得到保健 所以前抖有这么好处 你看 可以上部到两部 下部到前身五脏六脏 好 停 超过三十秒 好 慢慢送下来 收回一步 音倍速一样 继续练音倍速 你现在在练音倍速的时候呢 你手掌 五指平伸 中指领众朝前 然后呢 你心里面想 你的档子在互动处 所以你的手背是什么 垂肩 跟地面垂直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把心放在掌根这一段 你手掌根 一打的时候呢 你收下巴 一收身呢 头上的肌 你就落到了脚掌 然后你在心里放到第二个 放在手掌的前缘 这个时候呢 你的肌就从脚跟串到脚杂 然后你马上放到手指头 五个指头 一打的时候呢 你肌就从脚跟串到脚掌 串到脚指头 马上脚指头就酥酥麻麻的 蹭蹭 气都串了 然后你接下来 就变什么 我们五个概念的 脚尖脚跟来盒 就这样前前后后 你脚部就打通了 脚部的侵害 有足三两 有足三鹰 就打通了 你就不会蹦蹦跳跳的 就脚踏得很稳 跟地面结合得很好 然后你再来做什么 脚踏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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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时有一次在 英国七十五六年的时候 双十姐到来 他说我们练功啊 两脚站着呢 在脚踏双十 跟双十姐那个字一样 我就想着很久 我也练不出来 我在英国九十二年开始 在家里仔细的 在重头练的时候呢 我才终于给我 看到脚尖脚跟来 我穿你接起来 这个脚踏双十 才练出来 那我们就跟地气结合了 脚踏双十 就是练地零之气 当我们的脚踏双十 说呢 脚尖脚跟来回 延伸之气 就是脚尖的地面 跟脚跟的地面 前后延紧 所以两脚线都出来 我们把脚踝股打开的时候呢 一打下去呢 左右两側又打开了 所以变成四个方向 东西南北气都打开了 所以最后呢 我们才有一个远转 两脚转 两脚转的时候呢 从小指头 小指到大公指 这个方向 是竹山梁 跑竹山嶺的方向 所以竹山梁 转到竹山嶺的时候呢 气是半旋转的状态 我们顺着四指 把它旋转起来 两只脚踏旋转 我们两只脚踏这样 外面出去 里面进来 外面出去里面进来 就变成一个半远转 两边半远转 就这样变 气都会地下转 如果我们今天在场 这个法都会的时候呢 我们地表下面就是 先天气在串流 里面就是电流 整个地下就是电流 但是因为各位是第一次来 我希望明年后 明年后人有机会 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来实验 我们今天讲过了 所有的法 的应用 共同的感受 分享 所以 这个先天气 就已经掌握了地面 所以它地气 是人的气的比例是多少 52.1 所以你自己身体这边 就是练1的N次方 那这个时候练地的时候 变52的N次方 那地还有练G大小 人的皮肤毛翘有毛翘皮的大小 我们身体圆周的皮肤 一个圆周 是比平面的四方形的便积要大 所以身体是圆的 所以我们的脚皮练积很多 包括这些毛翘都要用到 那我们现在把地表都要练到 从一脚踏的四分之一坪速的地方 练到一坪大小 再练到十坪大小 练到一个房间三十几坪大小 还有再练到同楼层 你隔壁的楼层 你把它借地板 所以你还可以 再扩延伸出去 因为它地板是相通的 相通它就是倒底 所以你的先进去可以穿越倒底 穿越过去 各位不要认为这不可能 倒底就像铁路啊 你为什么以前我们要踏在铁路上 铁路火车在三公里外 都可以听到到咚咚咚咚咚咚咚 那你先尽量利用这个倒底的概念系列 把气泥然后打开来 所以这叫做火壶吹 火壶拍爪吹硬空的眼影 你把这个手掌物质平时对地拍的时候 他脱脚手指端 你的手掌打到脚掌 脚掌打到地面 就把地气吹化成你的先进去 那你要把地气吹化成先进去 那你要把地气吹化成先进去 当然要抓一只鸡要怎样 要丢一把鱼 你要把你身体先进去灌到脚掌 灌到地面 然后再把它展开来 用脚踏双死 把它展开来 把你这样管得到的地面 可能把它吹化成 跟你的先进去 一起做对应 地气只是上下对应 它你得去多管 你就可以掌握多少52倍 所以这个是无限大的先进去 你还不练吗 你还要怀疑我讲的话吗 那就这样我为什么很伤心 你知道吗 我这样掏甘心肺啊 来分享给大家 就是因为这个概念 全国国内外都不知道 所以我会把它分享出来 因为我都要提升 我们黄律庆长都向上提升 向上提升就是这个叫提升 把公华概念分享出来 我跟你说 因为大师哥们讲到说你密法要交 不是密法不能交啊 要交 密法不交 我就没有啊 对不对 他给我讲了两三次 你密法要交 主人跟我讲一下 我在他旁边 他主人跟我讲一下 我想他怎么交 我就用概念 我们密法都是一个概念 我们把概念的密法 变成概念的时候 就比我们都可以变 每个人对应该练法 有一股基本的概念 在这个概念七天就可以有成就 所以我们 我对于外公好保留 我想到那里就交到那里 这是我对外公的一个概念 大师最后叫我去那边 传达的信息就是外公要交 密码不熟 密码很熟 有心的人他知道要拿到什么 大家广快外公同道都不知道 只有那几个也心分子他知道 外公就要分享出来 让所有的有心服务的外公同道义工 能够变到真正外公的东西 你不需要耍心机 你心诚 很纯深的去外公服务 外公的努力 我们都该分享给你 任何现实的总干事 只要到我基隆来 我可以跟他泡茶聊天到天亮 我都愿意别 我们可以讲得很深的东西 来分享都可以 因为你外公的服务 有过你的心 你的心力 被外公来奉献 任何外公的义工 指导人我都很高兴 这到底都很高兴 有问题 你问你一个 我打你三个 这是我的概念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这边是前 后抖 好 那慢慢的 现在蹲下去 外天宽 你就直接踏外军 外公而已 很简单 最重要是在那一踏之下 你的脚掌重心是在地面 你重心要 身体要放松 把重心放到脚掌 跟地面结合 然后你的手就开始练 这一面的时候 你把那个脚踏双持的概念 脚踏双蚁的概念 合起来 你马上就不一样 你要现血现用 先马上体验 你的脚趾头 你在45度 再往下一点 身体在45度下 你的头 下巴收 后脊背拉直 把脊背双开 鬆直 你连你膀胱筋都通 膀胱筋是 你站在我们最重要的位置 我们站在我们就挂在脊背上 就是脊椎动物的特性 它有交感神经 副交感神经都在脊椎上面 它交感神经在脊椎 副交感神经在脊椎 副交感神经在大脊 跟脊椎 所以 整个脊椎就会变大脊 脊椎 跟脊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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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部位 所以就会健康 年纪小 一般到五六十岁以前 都是坐骨神经痛 七八十岁呢 都是脊椎痛 这个是人老化的过程 所以 练这个脊椎 练这个后头 可以把脊椎练出来 大脊椎练起来 大脊 就是肩膀那一段 夹脊那一段 就是腰部 唯一就是坐姿屁股那一段 好 停 好 抬高坐回来 手抬高坐回来 手抬高的时候 这个筋骨就松开 然后坐回来 有时候你是不是不良的时候 你就松开一下 好 前头 前头五指一刹 脸部的肌肉呢 跟脖椎都会叹过 你一个礼拜话呢 脸部的肌肉就是又 又有弹性 又皮膜又舒服 保证你家里的小孩子 都喜欢跟你贴眼 哎 就可以贴上这样 连贴眼也舒服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没有气 他就跟你贴得 走远远的 然后这样的心 再把它弄到你的手 往关节 往前走 手背平衔 不要开 一百二十净度 平衔 是弯弓的治理啊 还有几个精神的作用 产生马上产生两个手 背作用 还有寒手前面进 所以它不会散掉 所以这个插入 这个是散气 这样就不会散了 所以你今天就是 这个瓶颈概念 阴阳瓶颈队用 我讲的阴阳瓶颈队用 又不是就是练弯弓 十二步步下来 治理元年啊 非常重要 你一脱离开这个 阴阳平衡对应 另外怎么练 都不知道了 阴阳平衡 对应 阴阳头脚 所以现在是哪个头松身 倒脚 这个回应一次 二二二次方 你每一秒钟松一次 一直在松 你的心中在 弓发弓镜上面的松肢上面来 你的脚 呼吸拉长到脚步到脚底 一吸到脚步 一吸到脚底 看你的空间 如果你先进跌到很好的时候 比例 或你一吸气 是可以通舱到脚底 平常 舱舱背锅 你可以吸吸到脚步 一吐的时候 松身到手脚 我吐那个那个四分面 好 停 不要太转 一次都很短 每次都要有一个无腰在练 好 慢慢放下来 收我一步 内肩快 这练又不一样 眼睛张开 我们练得这么多 容易出汗 是因为我们练体能练体热 然后再练到练完 这个顺其是这样 没有错 好 好 体热可以改变身体的体质 从脚步热起来 最好不要从脚步 脚步热起来 容易在身体里面 吸气 风气那些东西 这样也容易产生病变 但是脚步热起来 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要用手四端 是最安全的练法 你慢慢的练练脚到双死 你会不一样 你感觉脚气终于到了 而且脚气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不然你越来越大 脚步的电气越来越大 我一般一个人 在练空的时候 是把整个操场 或者是整个地板 当作一个练空场 如果房子很小 就把隔壁借于地板 要不要要不要收件 不用你先出去 他就借到了 因为它是很连在一起 地板是连在一起 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就连在一起 所以 心见到就到 没有地板是怎样 地板延伸出去架空 我们现在不是说空桥吗 你要把空桥的概念拿出来 你的地气就把他打出去 所以你说 头点天 点天花板 有个天花板 如果天上的天花板 说你是 你心里在想一个天花板 那气都会记在那个天花板 然后跟地气结合 这个天上的天花板 就是跟云层一样 所以你练功同步 你有想象力的话 你练功就会不一样 所以各位有什么外公要 练一顾久 就是你要有概念 要有意念 要有意想 你的意见 财功就是讲意见的 但是我外公 讲意见 你是要练大 可以把它练大 所以外公有什么 无限的可能性 到先进去到气场之修的时候 有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各位的奉献 不需要跟别人比 跟你自己比 今天 明天 一个月 一点后 有没有进步 你对外公的 风华 风鸣 有没有了解 更深测 更悟透 每个人都挑战自己 挑战自己的什么 记录 自己的认知 突破 再进进 突破再进进 我希望再一点后 看到各位 谈底就是外公的东西 而且都有很深的 理解外公 我们这一堂课就到这个地方